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to Vivian's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阿森山网校回到Vivian的课堂 今天要继续和Vivian一起开启我们的小生出英语直通车的闯关之旅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么今天我们要喘的观察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lesson 38突破看图写作 说到看图写作是写作这一块当中 同学们比较害怕或者说比较容易 不知道如何入手的这样的一道题目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考试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图画 或者要求是根据这样的图画当中写出一篇小短文 那么对于这样的文章我们该如何去写呢?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闯关任务 今天的闯关任务有两点 第一点叫做看图写作的解题思路 有了思路之后 我们对于这样的看图写作解题过程来说 就非常的简单了 然后了解完思路之后呢 我们仍旧要掌握一些看图写作当中 应避免的问题 也就是同学可能思路对了 但是因为小小的问题而失去了一些分数 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今天这档课当中 同学们要和VVM解决这两大问题 你们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们看一下 看图写作它的正确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VVM要问下大家一个问题 在我们考场当中或者平常的练习过程当中 同学们拿到这样的题目当中 第一个会去干嘛呢? 有很多同学会立马的 是不是第一个就会去看到这张图画 到底画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是不大正确的 首先我们拿到这个看图写作 我们的第一步要干嘛呢? 第一步也叫做我们的审题 审题非常重要 也就是同学们经常在我们练习过程当中 或者是考试当中 经常会忽视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么审题审什么? 审我们的题目要求 同学们注意一下 一般在你拿到这张图画之前 是不是图画的上面或者下面 会给到你一些有关于题目要求的一段话 有很多同学经常会忽视掉这一块而直接看到图画 这其实会忽视掉很多的重要信息 而且这重要信息有关于你的考试分数的 所以今天要和Vivian一起把这个习惯给改掉 我们第一步来审题 审什么? 审我们的题目要求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题目 他说了下图是TOM一家度假的场景 请用现在时描述图中的内容 要求什么? 条理清楚 意思连贯 标点正确 书写规范 字数要求在40到50个单词之间 所以看到这个 我们题目要求 他其实给到你非常非常清晰了 比如说他给到了一个情境叫什么 TOM一家度假的场景 所以也就是说这幅图画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我们说TOM一家度假的场景 男主人公给到你了 是TOM 那么他要求干嘛? 要求你用什么时态? 现在是描述图中的内容 所以对时态他也有要求了 然后对内容也有所要求了 什么样的内容呢? 也就是图画当中呈现的度假场景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写作当中的内容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基本要求呢 条理清楚 意思连贯 标点正确 这里他强调了一个标点 所以同学们 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 除了你的内容 单词句型以外 还有一点也就是标点符号 要非常的注意了 好 然后他有了一个字数的规范 叫做40到50个单词 如果说你的字数在这个范围之外 好 多了或者是少了 都要会扣分的 所以这一点好 就是我们审题过程当中 题目所告诉我们的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我们审题的结果 文章人称要以第三人称进行 那有些同学就会问了 Vivian你从哪里可以看得出 文章当中要求我们用第三人称进行 我用第一人称不行吗 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审题过程当中 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下图是Tom一家度假的场景 不是你一家度假的场景是谁的 是Tom的 所以说这个Tom 我们就叫做第三人称来讲 你要说他们家怎么怎么样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好 所以人称我们把握住了通过审题 所以知道你的文章后面的写作 他的人称就要用到第三人称 OK 好 看到第二个 第二个呢 也就是规定我们的时态 他明确表示了要用到现在时 对于时态来讲 有很多同学在我们写作过程当中 会忽视到经常会实套乱用 一下子我又是现在进行时 一下子又是一般过去时 然后完了之后 我用到将来时态 同学们 在我们的外国人思维当中 好 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篇文章当中 你出现了多种时态 哎 交杂的使用会让人思维比较的混乱的 所以要求我们是时态一致 所以这样的一篇文章当中 他直接给到你的要求就是现在时 所以在后面的写作当中 你一定要用到什么 哎 现在时才正确 好了 看到我们的审题的第三点 也就是内容 我们内容是不是非常重要的 内容取决于你到底后面写什么 他这里其实告诉了你 他写什么呢 写度假场景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有关于写描述内容 或者写度假场景 那肯定离不开三大要素 哪三大要素呢 第一个地点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事情 那么你看一下 如何把这篇文章写作当中 弄得饱满一点 是因为我们他是度假 那肯定度假怎么样 你后面可以加一个 哎 心情对不对 度假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让整篇的文章 哎 内容丰富 饱满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中 审题的内容 所以同学们 以后拿到我们的看图写作哈 先干嘛 先审题 审清楚题干当中 他要求的什么 那么我们要得到 什么样的信息点呢 第一个 哎 得到的是我们的人称 你要决定一下 你在后面的写作当中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人称 第二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实态 要决定下该以何种实态来开展米的写作 第三个也就是确定内容 在这个内容方面哈 我们就可以哎 参照一下这个图画当中所给的那些内容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审题 审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定了几大要素 对不对 好 那么审完题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是不是开始写作了 有些同学可能会迫不及待的 马上拿起笔就开始写哈 哎 这一点是不对的 我们这样在哈写作过程当中 你的第二步是干嘛呢 是我们要列一下我们的题纲 同学们哈 在我们写作文当中 他要求的 哎 逻辑关系 以及要求的是 你的一些字句当中的一些句型的使用 那么这个呢 是你直接在写作当中经常会犯到的错误 所以为了避免一些细节错误 或者避免一些逻辑错误 我们最好是在写作之前就列一个题纲 那这个题纲是干嘛呢 是确定你写作的构思逻辑 首先我们拿到这道题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首先你看一下哈 我们的手句我们可以干嘛 可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 或者是这幅图画当中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不是给到你的呢 哎 主题是我们去度假 所以你在手句当中哎 就可以提到一下 Tom一家在哪里度假呢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黄金沙滩上度假 对不对 是不是金灿灿的哈 那么这个呢 可以作为你的手句来总起一下整篇文章 或者点一下整篇文章的主题 那么你想想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我们要干什么了呢 是不是要描述一下图中的一些内容呢 也就是他们的度假的活动 对不对 那你在图中看一下 他们度假的活动当中有哪一些呢 首先我们先看到人 那么人现在图中你可以看到的有几个人呢 第一个是不是Tom自己 然后Tom的爸爸 Tom的妈妈 以及Tom的姐姐 对不对 这四个人是我们这幅图当中的一个主角 所以看一下这个人哈 我们应该跟事情相关 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Tom在干嘛呀 在游泳 那么爸爸在干嘛 爸爸在躺着晒太阳 那么妈妈和姐姐呢 妈妈和姐姐是不是在踢足球 所以好 我们活动和事情知道之后 也就是说明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也就来了 好了 描述完活动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的写作呢 哎 没有的 第三部分你要干嘛 一定要进行一个总结 总结什么呢 你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心情是如何的 那心情肯定是怎么样 哎 愉悦的快乐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把这样的提纲写作构思哈 列出来之后 在你草稿本当中 你可以清晰的指导一下你的第三步 也就是写作了 那这个提纲诺证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 第一个我们分担该如何去分段 第二个我们该如何的去运用一些句型 或者运用一些的单词词组 对不对 所以提纲非常重要 同学们 在你拿到写作 审完题之后呢 一定要列一个简单的提纲 来知道一下你的写作 好了 第二步提纲我们确定完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三步终于到了我们的写作部分了 那么写作部分 我们首先看一下 要干嘛呢 哎 我们是不是有个提纲在手上了 那么看到这个提纲 我们就开始写了 那写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 哎 最重要的就是思考我们 所用的词汇和句型 到底有什么 首先好 在写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你的时态 和第三点称 这是在我们的审题过程当中 就已经确定好了的 好 那么看一下第一句 也就是手句 刚才提纲当中说到了 Tom一家在黄金沙滩上度假 首先看到这个假期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holiday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Tom and his family go to the golden beach for their holiday 首先看到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首先解决的是 词汇观这一大观 首先看到沙滩这个单词 是叫做beach ok b-e-a-c-h beach 然后假期叫做holiday h-o-i-l-d-a-y holiday 好了 词汇解决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在什么地方去度假 我们该如何去表达呢 也就是go to some place for holiday 这样的一个句型 那还有一个非常细的地方 需要大家注意了 也就是这个golden beach 会发现没有什么 手字幕是不是出现了一下大写呢 为什么呀 同学们还记得吗 Livian在我们的字幕大小写当中 那一块就说过了 专有名词 首字幕要进行一下大写的 那么golden beach 这是一个地点 专有地点 所以首字幕要进行大写 这个细节别忘了 所以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为 Tom and his family go to the golden beach for their holiday 这一整句 就是点名了整幅图画当中的 一个主题了 好了 首次我们解决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刚才我们所说了 是活动和人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三个人当中的三种事情 第一种游泳 第二个躺着晒太阳 第三个踢足球 首先我们来解决词汇 这个关 那么游泳怎么说还记得吗 叫做go swimming yes very good 叫做go swimming 好了 那么看一下 晒太阳 躺着晒太阳 有同学就说 躺着晒太阳 到底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述一下 叫做什么 休息 对不对 躺着休息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看一下 妈妈和姐姐 那在干嘛 踢足球 我们都知道 踢足球 该如何用英语来说呢 也就是play football 对不对 所以好 词汇这一关解决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句子的构成 怎么样去构成呢 第一句话 Tom游泳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Tom喜欢游泳 在哪里游泳呢 在海里游泳 所以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根据提纲 把这个句子 更加的完整和饱满一点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说 Tom likes swimming in the sea very much 非常喜欢 那么在这里看到 我们用了一个句型 叫做什么 like doing 表示什么 喜欢做某事 所以like后面跟动词 一定要跟到动词的ing 也就是我们的 现在分子形式 别忘了 然后like 一定要根据主语的变化 变成我们的单分式形式 Tom likes swimming in the sea very much OK好 那么还可以加一个 那看一下 Tom呢 是不是非常的擅长于这个 让我们的句子 更加的饱满一点 我们可以说 and he is good at this or good at it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be good at something 表示擅长做某事 所以这里呢 用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句型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说 Tom likes swimming in the sea very much and he is good at it 这句话就可以 叙说是Tom这个人在干嘛 好了 描写完Tom 我们再来描写一下爸爸 看一下爸爸在干嘛呢 爸爸是不是躺在晒太阳 也就是说爸爸在休息 我们知道 如果不会说晒太阳 那我们休息 我们总知道吧 休息怎么说的呢 叫做have a rest 对不对 have a rest on the beach 在沙滩上 所以在沙滩上 我们的借词要用到on OK 好 那么看一下 那爸爸呢 是不是正在休息 那这里的实态呢 我们用到了 一般现在进行实态 is having a rest on the beach 就非常简单明了的 用一句话来描写了 爸爸所在干的事情 好了 说完爸爸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妈妈和姐姐们在干嘛 在非常的快乐的 踢足球 嘴巴都咧在了耳边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就可以说 his mother and sister are playing football 这里呢 我们也用到了一个什么 用到了一个 现在进行实态 they are very happy 对不对 用到表示他们的心情 好了 第二部分呢 非常简单 我们逐一的描述 人在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部分 描写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到了 我们第三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结尾部分了 所以结尾部分 一定要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对于这样的话题来讲 怎么要去总结呢 也就是总结他们的心情了 那么心情是如何的 是不是玩得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看一下 玩得非常开心 同学们还记得 用英语该如何表达吗 有同学马上就可以反应说 我知道老师 叫做enjoy themselves yes very good 我说enjoy 后面加上反声代词 变成了享受自己 或者说享受这个时光 玩得很开心 所以你可以讲他们 all of them 表示是所有他们 enjoy themselves very much 用到这一句话来总结 这篇文章当中 你得出来的信息点 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ending的结尾 好 所以整体上来讲 第三部写作是根据我们的提纲 慢慢的将提纲当中 你标明的点 按顺序进行一个补充 以及写作 那么是不是 清晰明朗很多呢 这样子 又避免了逻辑关系的问题 那么还避免一些实态 或者说一些动词单身 树的一些问题 OK 好了 那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写作写完了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交卷走人了呢 或者我可以 做下一道题的呢 不是的 同学们千万要记得 在我们写作过程当中 你必须说写完了就OK了 第四部非常重要 叫什么呀 叫做检查 有很多同学 这一部经常会省去的 就说我写完就完事了 但并不是这样的 考试一定要小心谨慎 所以检查可以避免什么 避免细节错误 什么样细节错误呢 比如说你的单词的拼写正确 有同学可能在写的过程当中 比快了 一下单词拼写错误了 那在检查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单词是否拼写错误 如果一旦单词拼写错误 是要会扣分的 多么可惜呀 对不对 那么对于单词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大小写 对于大小写 我们都知道了 哪些情况需要大小写 有哪些情况是不需要的 那同学们对于大小写的情况 一定要非常的掌握 如果现在还不是太能够记清楚的 翻到我们之前的笔记 好好的去复习一下 第三个呢 也就是我们的实态要一致 还有标点符号要正确 以及内容要确 千万在我们提纲过程当中 不要漏了每一点内容没有写到的 那如果你漏了内容的话 也会要进行相应的扣分的 好了 那么还有就是字数符合要求 如果有时间我们去看一下 好 属下你的字数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多了的话 哎 我们要删一点 或者少的话 我们要添一点的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检查 千万不能忘了 好了 那么检查这个过程当中 好 刚才我们已经检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读写错当中 哎 一篇文章是如何去出来的 就是第一步是干嘛的 我们总结一下哈 第一步是我们的审题 审清楚题目的要求 确定人称时态和内容 第二步提纲 提纲确定写作的构思逻辑 第一句写什么 第二段写什么 总结的部分写什么 第三步写作 确定所用词汇句型 根据提纲来补充 或者是来使得提纲的句子 变得更加的丰满 和写到你的作文纸上面去 第四步呢 检查避免细节错误 所以这四步 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严格按照这样的步骤 去练习你的写作 好了 那么Vivian今天呢 给到大家的一些学习 建议有哪些呢 对于我们的看图写作哈 哎 我们的词汇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对于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多阅读 多积累 只有在积累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明白自己要写的时候 哎 碰到哪些单词和句型 才会明白该如何去应用的 哎 还有就是多列提纲 练思维 有很多同学拿到这个写作题目哈 瞬间头脑就乱了 为什么乱 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思维在那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在考试之前 一定要多列一下提纲 练一下思维 那么还有就是多动笔写作哈 情胆思 一定要动笔写作 你不可能说我不练 然后在考场当中 我要根据在规定的时间内 就写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多练 情反思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看图写作的思路 就给到大家了 然后避免的问题呢 也跟大家说明了 希望大家在课后 好好的根据这个思路 好好的多练习 OK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